饭店58一份的香肠土豆焖饭 在家做原来这么简单 土豆还有香肠 青豆配色 一包饭店都在用的焖饭酱汁 适量精水 扣盖小火焖20分钟 香喷喷热乎乎 在家不知道吃什么来上一份太满足 正常煮饭即可 懒人焖饭做好 这样做的焖饭不仅好吃 营养搭配还很均衡 水浸泡防止发黑 煮熟后 早上吃剩的包子摇身 早餐米饼营养又好吃 你知道又酥又糯的南瓜饼是怎么做的吗 要做到金黄还不糊 以下凉点很关键 南瓜去皮切成小块 上锅蒸熟金黄色的面包糠炸出来才更加好看 一个茶叶蛋料包 加水煤做鸡蛋 扣盖煮10分钟 适量自发面粉 搅拌成糊 就不用发酵了 饭碗刷油 放入面糊 涂套干装饰 静置20分钟再蒸30分钟 加30克白凉粉搅匀煮沸 倒入杯子里放凉凉 擀面杖不停地敲 酱纸一样薄就可以了